大家好 欢迎来到Mes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如何实现我们的默认参数的形式 包括实现我们可变参数的形式 又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JS中的这个变量的作用域 那这节课呢 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来学习一下 我们JS中的一些全局函数 在之前呢 我们可以通过Function 来这样自定义函数 当然呢 在我们的JS中 也提供了一些全局函数 我们直接就可以使用 在这里面 我们已经见过一些全局函数了 像我们的PathMT PathFloat 那这呢 都属于我们的全局函数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还有哪些常用的 这些全局函数 首先看第一个 我们的PathMT 它代表返回转换成整数的值 在这里边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当我们的参数 这个函数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是需要你要进行转换的一个字符创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是设置转换成几进制的一个数字 如果说这个第二个参数的值为0 或者说你没有设置这个参数 那我们的PathMT呢 会根据你传进来的这个字符创 来判断数字的一个基数 那接着可以看一下 当我们忽略这个的时候 那默认数字的一个基数规则是什么样的 首先如果这个字符创 要是以0x开头呢 我们的PathMT 会把我们的字符创 其余部分解析为 我们是六进制的一个数字 那可以来简单的试验一下 可以在这来一个例子 全局凡数的例子 接着先来实验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我们就直接来输出了 写生一个 假如说写生一个 34 这个字符创 转换成我们的整数的结果 PathMT 那接着呢 我就直接传一个34了 再拼一个BR 好 那现在得到结果是多少 对 34 那现在你发现 我是不是只给了第一个三数 没有指定它的基数啊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没有指定基数的情况 我们GS是不是会自己来处理啊 对吧 也看你给我传过来 这样的字符创 它的开头 如果要是以0x开头呢 它是不是就基数默认是16进制了 它就会使用16进制了 对吧 那如果是以0开头 那我们的基数有可能是8 有可能是10 那具体使用哪个呢 也是由我们的环境来决定的 但是呢 在我们的E5中呢 规定使用的是10进制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假如说我们再来写 Document.write PathMT 我写生一个 3 Key 那转换成我们的整数 对 取合法部分 是不是应该是3呀 对吧 那接着呢 我们再写一个 如果转换不成 它会把它变成什么呀 不是一个数字 假如说写成一个mice 这是不是不是一个数字啊 所以说得到结果应该是 所以说得到结果应该是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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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 A NUMBER 因为转换不成我们的数字 那再往下来看 Write Write PathMT 我再写一个 1123344 那这个转换的结果是多少呀 是1123344呢 还是11呢 来看结果 对 取的也是我们的合法部分 那前面这个空格呢 它会帮你忽略掉 答案还是一样的 还是我们的11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再写个 Write Path MT 看好了 我写一个F 这时候得到结果 是多少 哎 你看 当你写了这样一个F的时候 你是不是没有指定第二个参数啊 没有指定它的基数 那接着 现在把它转成什么了 NN 证明 它不是以合法数字开始 那现在我要变一下 你再看 Path Ant 同样写个F 第二个参数 我指明一下 我的基数 16 那接着 现在的结果 输出的时候 显示的是多少 对 来看一下 得到结果是15 是不是指定了它的基数了 这一块需要注意 这一块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假如说我再写一个Document的调 Write Path Ant 解写一个0 解写一个0 或者是17 指定一下它的基数是8 再得到结果 再得到结果 整合成整数的结果 来看一下 对 对 也是15 也是15 这是我们指定它的基数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字符串呢 你这样来写 Document的调 Writ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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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 我写一个0X 0X SS 那现在你看 我也只给了这一个参数 那得到结果是多少 是0还是多少 来看一下 得到了4095 那默认的你以0X开始 它的基数是多少 对 16进制 这一点需要知道 16进制 就是我们的Path Ant 我们的Path Float Path Float 它是呢 将我们的这个字符串 转换成我们的 符点形的一个值 这一块需要注意 这个函数指定的字符串 首个字符 是否是数字 需要判断一下 如果是数字的话 对这个字符串进行解析 直到到达我们数字末端的一个位置 然后以数字返回该数字 而不是作为我们的字符串 这样的形式 那可以来试验一下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呢 就是转换成我们这个 符点形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直接来写一个 转换成符点形 输出一个水平线 好 写成一个 Document Document.write一下 Path float 写成一个 2.6 转换成我们的符点数是多少 对 还是2.6 这是我们的数字 接着把它复制一份 凭生一个 BR 再写一个 3 2 3 它只有这一个算数 得到的结果是 323 再写一个 212 得到的结果是 200 同样的还可以再往下写 写成一个 123 ABC 得到的结果 现在是 123 那接着你看一下 它是否可以忽略我们的空格 也可以 没问题 转换成我们的这个小数 那如果说 要不是以合法数字开始呢 和刚才的作用一样 写成一个 A2.6 这时候得到的结果 是一个 NN 这个没问题 转换成我们的小数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 Is Fanitate 和 Is Not 来检测是否是无穷值 包括检测是否是 NA值 NA N值 Not a number 那先看第一个 Is Finitate 如果我们这个数值呢 要是Not 或者是正无穷 或者是负无穷 这个函数返回的是 False 那其他的呢 就是 真了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给写一个 通过 Is Finitate 检测是否是 无穷值 可以直接Alert一下 Is Finitate 写成一个X 我们可以生命一个X 等于一个123 那这时候得到结果 你看到 True 再往下 再写一个X 要等于一个 Fanitate 等于我们的什么呢 正的无穷 或者负的无穷 它返回的是False 写成一个正无穷 那此时 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包括X要等于一个 负的无穷 它返回的也是False 如果X等于一个 0除以0 此时是一个N 那它返回的也是False 那其他情况呢 它返回的都是处 像X等于一个0 处 包括X等于一个False 它得到的也是处 通过它可以检测 是否是我们的无穷值 接下来还有一个 A字NN 它检测 是否是非数字值 如果值为NN 这个函数返回处 否则呢 它就返回一个False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最简单的写一个 X等于一个N NN 接着Alert一下 A字NN X 它返回的是处 那其他情况返回的都是False 你看False 包括X等于一个False 它返回的还是False 它检测我们的值 是否是不是一个数值 同样的我们可以再写 假如说X等于一个Pars NT 来对这样的一个字符刷 进行一个转化 那转化的也是一个N 那此时检测的结果 应该是一个Tro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前四个 和我们的数值有关的 那再往下 还有几个 和我们的这个编码 我们UIL有关的 那像我们这个 Incode UI 包括这几个函数 我们下节课再来看 好 那这节课呢 大家先把前四个函数 来实验一下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